董安川是当市出林高手最多的枕头 不过所以没有射出外团中心向何修用 所以川民从今年开始就接着为台北来建设 要台北选在今天即行当土电磊 一个射出外团中心还是老人会罐 这对枕头最重要 因为就是靠一个会罐 还是靠一个外团中心的时候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客厅 要去这个外团中心 假设如果没有我们争的人 官邸还是出钱来买地质 我们也没有地质 再来官邸是苗红 苗红如果没有东西吃 我们镇头里面也没有用苗的地质 来建设这个外团中心 所以土地这个处境来说 这是该关键 也是第一关就对了 我们也要帮他们随着桌上 一个镇头要共同习主买地 建设下枯外团中心 是这件不简单的事情 向上也非常困惊 当我们传民的努力 中央要保住400万 我们管政府这边也保住155万 工作保住44万 所以从中央到地坑 大家都很团结 不过我感觉 同堂的攻心是什么人呢 是东安川的传民 这一两年里面 东安川的传民 这件工程一定用七九月的时间来建设 尽管当中印密也得到重关心 当然这要继续在我们地方 我们所有的乡亲 大家重心协力 共同的就分付出 我希望说 我们东安川 这个外团中心 可以在行建的过程中 非常顺利 过过没有多久 传民就有一个 可以外团 开火炮地的空间 适合适用 既民也能非常期待 快到社区外团中心 新的美貌 既这国用品 彩虹伯伯了